高收晚宴暴露明星咖位 巴沙时尚活动上 杨历身穿冰川玫瑰礼服搭配波浪场上 冷艳高贵美得令人窒息 绝对是全场最吸睛的存在 不过更吸睛的还是她的站位 防顾在场所有人 也就顶着杨历的咖位最大 是以她理所当然的锦牌巴沙主编站在C位 而在公仇交错的宝格丽晚宴上 彭丽娅独自一人坐在沙发上 显得异常的格格不入 而同场的舒淇刚刚坐下 就有富国上前打招 在这样的场合非常的独立得数 再看看这两年时尚资源报复萨肖站 去到国外看秀品牌方CEO全程配偷 合影十霸气策略 仿佛这里就是她的主场 而新近宝格丽代言人刘亦菲 虽然在国内不是压轴就是C位 但和其他全球代言人云 就被安排在边上的位置 因为宝格丽代言人分三六九万 明明都是全球代言人 Lisa和安妮海瑟位 可以一左一右地站在CEO身边 刘亦菲何在赞杂压 就只能往外流汗 像杨阳就只能站在最边上 这咖位大小一眼看穿 而在其他的宝贵力活动上 明星的站位也是按照咖位安排 在唐嫣张天爱唐一新洋文这四人中 相较于九五等流小花唐嫣来说 其他人的咖位确实是不够看 就只能站在边上 不过张天爱却能和唐嫣拼起来 这咖位还是有关注 话筒成明星身高测量 郭富城被话筒对头强调化作 周深你礼貌吗 周深颁奖典礼上台领奖 结果一上台就被画了 可话筒拉着半天就是调整不了 搞得周深是既尴尬又无奈 看看另一场颁奖典礼的主板 就考虑得很是周杰 当周深上台讲话 话筒就自动降落到核实高度 郭富城当年一个摇头杀虎面圈 可有谁注意到 他其实是在画节被画里面对头强调 因为当时画筒太多放 他这才一边摇头一边整理画头 曾经凭借小鱼儿一脚 后边大将南北的张卫健 沉浸多年再次出现录制节目 结果刚上场就被话筒对头 看张卫健的脸色当场就不对了 关小铜和爱云改一起领奖 因为画筒太低 两人只能弯腰讲话 另一场活动小铜和无几年张天爱一起领奖 无几年讲话是画筒高度正好 小铜却需要弯腰低头 看来高个子也是有烦恼 月云鹏官方身高170 演出时画筒经常比自己高 尴尬的是小月月只能自己扬 结果不仅没调好 画筒还现场大风 不过月云鹏不愧是说相当 一句话就能帮自己化解当难 而谭松韵就没这么信任 出席颁奖典礼台上发表获奖改言时 这话统治冲天灵带 并且怎么调也调不好 最后谭松韵只能歹歪话筒 这大概是谭松韵最尴尬的一次领奖 明星的嫌弃藏不住 就只是因为被杨阳不小心碰到胳膊 热巴就立刻缩着脖子躲得远远 于是当热巴坐到杨阳身边 杨阳就立刻弹开往里挪一挪 这两人互相嫌弃的也太明显了点 而当张子怡遇到刘嘉玲 两人都瞥一眼中间的粗忙 然后相视一笑 什么都没说好像又什么都说了 结果风水轮流转 当张子怡兴高采烈的上台领奖 颁奖嘉宾张曼玉 就是不愿意把奖杯亲自送到她手中 即便刘德华在三里让也没用 张子怡可不就是被嫌弃了 范晨晨录制节目听到前姐夫的声音 下意识地就翻个大大的白眼 虽然两人之后还热情拥抱 但晨晨这嫌弃是藏都藏不住 妮妮出席活动 讲话一时激动就拍了拍陈坤的肩膀 不曾想却遭到陈坤的嫌弃 她下意识地就拍了拍妮妮拍过的地方 感觉像是沾上了什么脏东西一样 杨幂片场看到虚凯 下意识地伸手去拉对方 不想却被对方嫌弃地躲过 看杨幂的表情就知道她有多尴尬 朱丹活动现场索吻周一伟 本想当场秀恩爱 结果却被对方当场拆台 不仅躲开了还一脸的嫌弃 这也太尴尬了 甚至自顾自地牵手下台 这位女星是有多招人闲啊